CIN它的表现多种多样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CIN 尤其低度病变 CIN我们分低度病变和高度病变 对于低度病变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症状 仅仅是在常规体检的时候 或在妇科来做其他的 看其他的妇科病 我们进行机会性筛查的时候 偶尔发现的大部分人没有 但是有一些人有同房出血 他不论同房出血也好 新生活的时候出血也好 或者是做供给刮偏的时候 只要一碰供给就在出血 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 所以我们对于同房出血 或者叫接触性出血的时候 每个发生接触性出血的病人 我们的脑海里面 首先闪过他有没有宫颈病变 一定要进行宫颈细胞学的检查 或者进行HPV的检查 去筛查他到底有没有 那么所以大部分没有 至于一些白带增多 或者血性白带 他不特意 阴道炎也可以白带增多 那么到了CIN的时候 也可以去增多的 另外阴道有异味 感染的阴道炎也可以 那么癌症病面也可以有 所以他不特意 终归的话 就是他的变化千几百块 如果有性交出血 或者是接触性出血 一定要警惕 有CIN或者是供给癌的发生 但是没有改变 也不能意味着他就没有 所以对于有没有症状的人 到时候都要按时 所以后原来我然后进行 試作几百块 都可以適用 对asma 倍度 最大